耶 他掌聲練了很久 皮諾縣七家身心障礙團體 及庇護工廠代表 捧著中秋禮盒走秀 宣傳他們用心製作的產品 皮諾縣政府每年都為中秋愛新辦 手裡舉辦推廣活動 希望能增加曝光度 刺激買氣 我們今年的預計 看能不能突破一萬盒 這種中秋禮盒 讓這些身上團體或是志工 他們可以得以維持整個學會的運作 也讓來鼓勵這些曼菲天使 他們可以自食其力的 為自己能夠創造他們自己的貢獻 他在這邊特別呼籲所有屏東 或是所有全台灣的好朋友 能夠來跟屏東這七大身上團體 來訂閱中秋禮盒 參與中秋禮盒促銷活動的 包括社團法人自閉症協會 屏東縣啟致協禁會 屏東基督教勝利之家 屏東縣私立基督教博大尼之家 其拉烘焙方 屏東縣向陽啟能協會 及伊甸社福基金會創造工方 各式各樣的禮盒 有蛋捲 月餅 手工皂 清潔劑等 每種產品都是身心障礙朋友的心血 金油 金油 還有肥皂 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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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是你做的 這個 這個 韓文藝 對 好 所以大家歡迎大家來做做選購對不對 對 皮獻自閉症協禁會 今年推出一款鳳梨酥半熟底 將服務對象所繪製的圖 設計成禮盒及杯墊相當吸睛 其實這是它的原創畫的部分 那它的畫 其實它裡面有一些細緻的部分 其實它有一些有明亮有一些暗黑 其實可以了解到他們的情緒 然後藉由畫作的部分 讓他們在情緒上是可以穩定性 尤其是在自閉症的孩子的部分 那我們今年藉由這個部分 來推展出他們的一些 來讓他們作為我們的中秋月餅禮盒 向陽企能協會今年中秋推出蛋黃酥 鳳梨酥 綠豆碰等禮盒 希望社會大眾踴躍訂購 讓孩子們更有自信 我們中秋節的禮盒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收益 除了是收益之外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讓我們身心障礙的這些夥伴們 能夠讓他們展現他們平常 在工作訓練上面的一個成果 那讓他們也有一些小小的工作獎勵 感謝南山人壽率先認購了200盒 200盒的中秋伴手禮 南山人壽秉持企業社會責任 長期投入公益 率先認購200盒禮盒 屏東縣政府也訂購 20萬元的中秋伴手禮響應 帕蒙安表示 期待今年中秋愛心伴手禮 總銷售量可達到1萬盒 同時也呼籲社會大眾踴躍訂購 支持身心招惡者自力發展 記者張如意有見榮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